今天结束前再休息一次 这不刚去玩了吗 先上一回吧 好吧 今天讲完了 这是我第一天讲刀靠没有讲完的情况 讲这种东西第一天讲刀靠没有讲完的情况 就是你们这期 这就是你们这期是最差的 加班 说句话是这样 那我们最重要的章节了 最重要的章节 真的我真是没讲过这么去 我现在我也没看课件 我就是想着 我就跟你讲讲 静下静下静下 你不会是想讲发被我精英了吗 进来这个时候不要讲 这个我们继续课上 我们讲这个 讲一个东西吧 这个项目呢 是这样的 我放在 诶 诶 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没有没有没放 这是一个 前后端的一项目 往前开始我没有见没有这个没有的项目 往前你你直接学过的你也没有看到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后面会把这个项目 后面的开发会也会给拉入进去 这个项目我用了很多 也不是用了很多 就是关注的人很多 它是一个开源的 前后端 后端 对 这个是后端 耳朵面是后端 然后呢 耳朵面外部 一点耳朵面外部是前端 以后呢 一个前端 这个问题吧 今天呢 客户有路 我说这不是每天都录着呢 这 一个后端一个前端 一个后端一个前端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做的什么是中心化 它还没有中心化 大家看 它还没有中心化 它还没有任何的 Dock File 也没有任何的什么CRT的情况 也没有 也是一个账户的应用 这是一个前端的应用 这个前端的应用 NPM的应用 那么大家想一想 它的关注还是很多的 尤其是GateHub上的关注 大家找一下 GateHub的一个 这里吧 一个后端运文的系统 这是后端运文的一个系统 这个 比较慢 开代理 你看它的这个 时代和报告都很多 观众的人也很多 基于Spinboot的一个后材管理系统 微微的一个前端的一个系统 对吧 我们今天 就要把它逻辑化 然后在我们 我们用容器的方式跑起来 对吧 还是 现在问题跑给你 我本来想要把这个流 当中多月了 但是我想象可能难度稍微 稍微有一点点大 毕竟很多同学都没有 这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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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没有 难度有点大 那我刻上 拿上自己来讲 那假如我把它留 从作业给你了 我说 这两个项目呢 是集团作业 然后呢 你 你要把它容器化 然后呢 用刀刮乱的方式 在你本地跑起来 然后把这个外部 基本上展示出来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容器化吗 对吧 我们先从 我们先从 先从 先讲前端 先讲后端 我看一下 看上课程的一个 讲到啥 前端 后端 算 都行 都行 我先讲后端吧 后端 因为我们是扎到 像我们刚才讲过 稍微熟一点 先来一个熟悉的 后端像 我拿到手之后 这里 那么手之后 你不知道干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想 靠通到本地的 我肯定是这个 拿到我本地 箱子 我先客户到我的本地 然后我知道它是一个泡沫的插曼 有泡沫的插曼 我们通常就没有人来管理 做包管理 这是你需要有一个渣耳运回的一个技术 有渣耳运回的技术 然后呢 第二步先去做验证对不对 怎么验证 我这个思路里思路都给你加上了 看一下 这是前段的 渣耳项目 思路渣耳项目 一看在泡沫里的插曼 那采用没有进行构建 这种生存栽造 拷贝到这些环境中启动 因此要断继构建 这个思路没问题吧 看我们前面讲这个思路没问题 然后呢 你需要找基础镜像 对啊 我可以用掌握它的基础镜像 那我可以去 我设置一下 我进来去找 还有还有的镜像 我可以设置出来 设置完之后呢 还是送去验证 我设置看有没有 Mainware上面的iPad 你看还真有 你看 而且呢 这个 你看 Base的Mainware 我一直 就是预前安装好 Git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吗 就不是 Git的过程好了 直接进去 可能可能项目来做 没有验证就可以了 对吧 于是呢 之前的 对 对对对 你这个思路是对的 都是 这个正常 听过前面 应该是这样的 就探设前面的 拿过来用 对不对啊 然后 你还 你要进去 到个run 然后呢 去 -tri 卡拉 稍等 然后呢 去 执行个bass 是不是 是不是 进去之后 你就给了克隆代码 给了克隆这个代码 对不对啊 扛下去之后 你执行 执行个妹妹的 编译命的 对不对啊 然后你发现 如果能编译成功 你找到 那个对中的 那个炸包 对不对啊 那是你的 目标 那是 那是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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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想要的 一个东西 当compose 我就不讲啊 你这个东西 不美 我们用kyr的管 当compose 没必要来去 没必要学了 这是我们正常的思路 那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的刀范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我写出了一个刀范 用一个基础形象 都会标的 这个基础形象和前面的 我们课程里面讲的一样的 也可以 只不过这个后面 其实我找的一个更好的 然后我前面那个 就是还是去年的课件 我们就没改过 这是今天新加的 也重新 重新 用了一遍 重新走一遍 一样的流程 啊 可以卡住了 然后我给我个个 我过个目录 叫opt-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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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拷贝代码点点这个没有问题吧 任何没有呢 它肯定派给这个东西吧 就是最终这样 把这种固件数炸光了 OK 我们进来了 简单执行一下吧 其实就是 mac.dl.opt.dl.ad.opt.dl.ad.opt.el.ad.get.colon 我的项目代码在这里 colon我的代码 这个太大了 加个dips等于一个轻较的代码就行了 多了一程度了 目标已出来了 行 点 删掉了 这是我们的代码 拿过来吧 然后 碰过吗 没有人 clean 派给者 打包写错了 答包写错了 k あple cowboy 这个因为是安全门的 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博人写的 最上次是博人写的 然后呢 所以说 它 孟厉申 已经但这个 POM 已经配好了 配好了元 получается 构建能构建成功 我发现这三个环境很快 最终能够构建成功 然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再去 找一个基础的镜像 找一个问题环境 只要要这样的问题环境怎么样 来防标的把这个包 我发现我最终要的包就是这个 ELRMC什么2.6的一个包 烤到我的这个点 点其实就是一个这点 OPCE2里面对不对 然后FAMD 再往上涨 去运行 但是网友这样的一个 前面我们说的分路还不够 这个分路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项目我在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 这样一个大的项目 一个系统管理的一个项目 你没有出入过吗 是不是 你没有一些其他东西吗 我发现他真有 他有数据库 那他数据库在哪呢 我找了半天 我在这个 这里面我找到了他的数据库 你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 Spring Boot的项目的这个 你如果了解过的话 你其实他一般都放在你罩子里面 明白意思吗 你如果之前不了解过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项目你也整不出来了 我找了半天 我发现 这个config里面 这里面有 然后我看了一个application 在项目 这定义这个项目 暴露的8000 就他的一个服务项目是8000 然后呢 往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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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这里 他需要一个redis redis的 这个意思就是 你如果写过账号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意思就是 优先从 环境编案里面 去读取redis的相关 db这个值 如果没有值的话 那摩承知是零 有些人读取host的 没有的话就连本地 pod的没有6379 redis password 如果有设置过password 如果就是你的redis环境有密码 那就设置密码 它会读取 没有的话是空 因为默认的话 很多redis的人是没有密码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给 我们的这个容器在跑的时候 注入几个环境变量 对不对 因为他需要有redis的环境 是不是 你怎么又告诉他呢 你不能跑到里面去改 把这个写死了 是不是 你写死了 你 你想定一套redis怎么办 所以说 一定是从环境变量里面去读的 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一点 这时候我发现 我除了 准备好这个 这个本来不需要花太多功夫的 这个 这个 多接勾进的当个范子以外 我还需要准备一个redis 对吧 还需要再去转这个容器的时候 给他注入环境变量 然后呢 我又去找 那我找了 找了半天 然后我发现这里面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没有 没有这个需要的中间页了 然后 我在这个application pod的这个 线上的一个 这个 application的这个应用的配置里面 发现了 这个 这个大家重新 对吧 把这个漫画重新账 域名 pod db name 这个大家还不说吗 对吧 我是不是还需要有个dbhouse来传 mysicode的地址 dbpod来传mysicode的端口 mysicode是mysicode的 mysicode的数据不明的 叫做ELRM mysicode的db的传统是root mysicode的dbpod是123.5.6 然后呢 我再去找别的 索性啊 没有太多 你再给我整几个其他的大数据 我又疯了 我就不用它当一个了 对吧 那 那我现在是不是需要 准备几个东西 reddit和mysicode 对不对啊 OK啊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reddit和mysicode 然后同时 我起容器的时候 我需要注意 我把这些东西传进去 给这个后端服务 准备reddit OK 下面来做 reddit怎么准备 太简单了 原来用容器的话 可能麻烦了 但是现在我们用 原来用虚拟机可能麻烦了 但是现在我们用容器的话 尤其住属于一个中间线服务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来 reddit 就这个面子 你也不用测试了 像这种 像这种什么 像这种这个中间线 随便一找 都是 不所谓太多 刀个乱 刚屁 没问题吧 reddit怎么关系的 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就不一个单机的 单机的 你刷我的话 六个机器 我这边也送不了 这个 6379 硬的设备数 接下来 6379 always 对吧 高个冲起 大冲起 接下来 这个 用的这个 接下来是 reddit 3.2 怎么确定后来用哪个 买reddit版本呢 我也确定不了 为什么呀 你就几个试试 通常来讲 这个最新的项目 我用一个稍微新 我用一个 用一个不算特别旧的版本 旧物体不大 你只能测试 这别人的项目 我也没办法 对 reddit启动了 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 这个好简单 启动了reddit reddit问题会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给它 设置密码 所以 reddit的设置密码的话 可能后面还得加点参数 明白吗 没有设置密码 那reddit的这个 reddit的IP 我是不是就确定了 就是我的设置加IP 对不对 好的就是 6379 密码没有 OK 我们的准备数据库 这已经启动完了 导可PS 那我是不是 你可以简单一样的下 就能不能用 把eAEC 刚提到reddit的容器里面 然后reddit 有办事 有办事 我们就reddit cli进来 看一下 这不能访问 说明reddit OK没问题 我的服务可用 什么意思是 我们这什么文件 然后我们再准备 我们再准备 准备数据库 准备满费号 对不对 我用满费号 一样了 乱刚t306 我们上午已经其实已经创建过了 对吧 刚刚那个毛给了一个马黑卡 然后把这个 我上午那个没有应该是没有吃有话 对不对 不用他了 上午没有暴露服务 我不用他了 坚硬一下 上午那个没有暴露服务 没有对没有把他们用印象出来 306后续你如果启动一个后续的印象好像好像我没试过不确定行不行 那我们就反正没数据 我们干脆这个建个新的 换点 我用opgmintiq 我把这个原料数据给删掉 来一个新的 然后 传一个还是 传一个 在最有证明的知识的一个环境面 就是一 就是mintiq 这什么软件 这不就那么多看了 将写你都写上了 你都写上了吗 是什么文件 这是我装拨护的文件 你这个关注点很纠缩 它这是一个 这是你只要传这个mintiq的被子 那这个mintiq在启动的时候 会默认帮你创建这个设计货 然后指定一个mintiq入的发作的 我指定一个这种 自从现在这个严查安全以后 我就不敢写123跟56这样的密码了 因为这个大家也有养成这样的奇怪 千万别整个123跟56的密码不好 有安全领化的事情 我们尽量不做 用mintiq5.7的 然后这是试试 它有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资货师资货 为什么这里那个试试资货 肯定它不能当 它不能够当什么 它不能够当 对不对 你把这个 直接直接让面 直接失败了 说明mintiq5.7 它肯定有mintiq的 对不对 它肯定学好mintiq的了 然后这个mintiq5.7可以支持别人传 这个我传目的过来传出参数 这也是mintiq5.7的一个实际的一个 使用使用的这个场景 不要说mintiq5.7没有 这不就是有用吗 对不对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 我也是查的 查很久了 就是很久之前就查过 然后直接执行一遍 执行一下 OK 启动 看一下 启动了 3306 没有去除 就是好事情 然后我们连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 访问我的这个 这个mintiq的地址了 它加3306 对不对 连一个 点一个 建个链接 马上费够了 我们叫陆飞 172.212.51.143 3306 录上密码是 但是我的这里面有 这个 这里 要可以用 不过来拷费 那我留意一下 特殊下连接 没问题 还是无论了 那我们进来 哎 我有陆飞的 已经有了是不是 陆飞1 陆飞2023吧 没问题 我们进来 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一个 122的数据过了 只不过这数据 数据户里面没有任何表 对不对 没任何表 那这个数据户们 启动成功了 Reality也准备好了 对吧 那现在后台运行所 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 后台运行所需要的东西 都OK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准备去构建镜像启动了 镜像还没构建 对吧 先构建镜像 到这个 下面的构建个镜像 把电码拿下来 把我的后端代码拿过来 我考虑 我刚才克隆那是本地 本地是为了打开 给你看看 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依赖的 我现在克隆是为了去 这个构建镜像 刚才你看我这个手动 这些都已经成功了 我在我的 这个 一二二的 非常 他给的下面 找到一个 这个包 这个包就是我们对中学的包 所以说我的这个 镜像 你看一下这里写的 一二二的 他给的 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这个 一样的对不对 我还构建 那这个 克隆一下 这个 克隆一下 然后 你看啊 这个项目是作业 今天也是今天作业 不让你去做 代表你不需要再做了 你本地也要 后面也要跑 跑出来这个服务的 这个是要 要要要 作业要检查的 然后 嗯 把我们的刀发 把我们的多接构建 刀发发准备好 来跑一遍 刀发 放到边控楼下 粘过来 刀发掉了 点钢铁 我叫一二二的闷 比如我叫后面叫API 啊 我就可以 我起了 班面叫V1 如果你的这个 本地的文件就是叫刀发 的话 这个GF也可以不写 也可以直接这样 他某人会识别这个刀发 可以访问 我这是 这是我 这是可以接访问的 这是公共的项目 你直接 我今天做的事情 你们都得做 就这个项目来讲 你少不了 得注册 注册啥 你注册也不需要多大了 多大有功能的项目 我觉得 你这些都会想做吗 那你这个 这个这个 后来还得做这么多事情呢 我们现在必要的镜像了 然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 准备好刀发乱的命令了 对不对 刀发乱的命令 刚才说的几个点啊 就是 重要的就是传这几个环境边论进去 然后大家看一下 Dockrun 刚刚内幕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 EIN API 后来服务 然后刚地 后才运行 刚屁 它那不是8000单口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 看到了对不对啊 在这里不是看到的 它是8000单口吗 所以说我把这个 本地也报了个8000 传环境边论就是刚易 db号子的 对吧 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db号子 db号子 db号子 光是3.6 我也有3.6 所以说这个可以不算 刚才狗共论子就可以了 对吧 db内容了 我是不是也叫做ELM 但是我这个ELM没有表 这里还弄了一个没有表 所以说他肯定是有一些 粗子化的这个 粗子表结构了 对吧 哎 我们找了找 我一找了找 发现 这里有个sql 这不是我想要的吗 对不对 脚本如何选择 这也是我想要的 他说 ELM为整个项目的完整脚本 我适合初次使用用户 我就是初次使用 对不对 其实你这个就正对我写的 那我就用你 那就是这个ELM sql 这里面有很多的表 键表结构 所以说我需要把这个键表结构 初次化到我这个里面 那我去执行一个sql 因为我本来已经运行了sql文件 我本来已经有些课论代码了 所以说直接 哎 直接就怪了吗 不对 是为何意义里面 这是我之前验证了 这个项目我昨天验证 还出问题了 说实话 昨天验证 昨天中午我验证还出问题了 我想呢 还要不要跟大家讲 后面有个解决了 嗯 进行他就对 危险 OK 他就是初次化一笔表 我们一刷新看一下 哎 没过来 不能吗 过来吧 反应嘛 对吧 一对表 啊 用固表 反正就是新的功能 我们待会打个一门 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 现在我的 我再看一下我这边 还没固件完 那还是回到我这里的这个 软面了 db用的是入手 我们也是入手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不存 你存也没问题 db dbpwd 肯定得传 肯定得传 对不对 肯定得传 我们因为我们不是12656 然后 reliven的地址 没问题吧 reliven的端口 他也是 因为reliven的端口这里面 他不也是这个 6379吗 所以说又可以不用传了 对吧 他这么多一就是6379 我也说6379 因为我刚才这里印象的时候 就是6379 也不传 所以说一 一二都没过一 一二都没API 是不是 应该叫API 固件里面的叫API 好 对有点需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这里的这个 嗯 这里 我这里的这个炸卧 炸的时候是不是多了一个参数 大家看一下 spring的profile 所以Active等于POD POD这个呢是你要你要写出来这个的话 你需要有一定的Spring的一个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Spring里面可以通过多个profile 来指定不同的环境 比如说这个application 这个POD 一般就是它就是标识给Kappa环境用的 这个POD就是给生产环境用的 你在这里可以指定好 比如用POD 实际上他就会去 用POD的一个配置 明白意思吗 你要指定 它木岸任的话 这里一看 它木岸任Application里面指定了 它是一个 它用的Active是一个DAV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玩你线上负责 所以说我又给它强制改成了POD的 所以说我后面再去看 配置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看这个票物体的配置 这个时候 我发现 我的过线环境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过线环境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是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就烤个包 OK 做完了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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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PM 然后我启动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休息 休息完之后再看前端的 这个命令 有一点需要改的 就是对后面这个 哎 搞错了 就是这个 对后面我们打的镜像叫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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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的应该没有变化 对吧 没有变化 那我们把它刨起来 看一下效果 D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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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看一下我这个 EEL Alman API的一个 后端的一个 启动一个 过程 发现能够 对吧 和我想的一样 没想的一样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是 他 数据化 Redis 启动完了 对吧 3K的 10万秒 数据库 也错过了 假如他联网数据库的话 这个应用起不来 你可以 不然你可以全都错过了一次 我再度之前都经历过 都经历过 我的后天服务起来了 我们待会就起起前来 然后去防卫 我们休息 5点到5点吧 好吧 哎 还有一个半是吗 突然感觉还有点希望能讲完啊 我们到5点5分吧 5点5分 好吧 5点5分之后 我们去讲前段 然后再讲整体的这个访问